字幕提供 大家好,現在我要介紹的是我手中這一個叫做金杯 這個鼓也有人稱作非洲鼓 當然原因是因為它來自非洲 傳統的金杯它的做法是用挖空的樹幹蒙上瘦皮 我手上的這個金杯用的是玻璃纖維的鼓體 然後搭上合成皮 它的好處是比較容易打出聲音,比較穩定 因為自然的瘦皮在潮濕像台灣這種氣候比較多變的環境裡面 比較容易發霉或者是有一些張力變來變去 可能好天氣濕度比較乾的時候它就緊一點 潮濕的時候鼓皮可能會鬆一點 另外就是它的調音方式 有些比較現代的款式是用金屬框搭配一些鉤子跟螺絲 你用板手去調整這些螺絲,轉個幾圈把它轉緊或轉鬆 那這個則是用繩索的這種綁法,纏造的方式去改變骨皮的張力 你可以在網路上很多影片可以看到如何用這個繩索來做金杯的調音 這是很有趣的,可以去玩玩看 這個骨是比較小一點的 我們一般說它的大小會主要以這個面來說 這個面的直徑是8吋 另外有10吋、12吋 那有些品牌甚至會做到14吋 甚至有更大的規格 手上這個8吋是我覺得很適合兒童 學習音樂的過程當中作為一個啟蒙的樂器 如果它要玩第一件樂器 特別是節奏樂器的話我覺得金杯是一個非常好入手 不太需要一些基本動作 很快拿著就可以開始玩的 你可以跟著你喜歡的音樂 你聽到各式各樣喜歡的歌曲就可以跟著它隨意的去拍打 或者是你在露營在野餐的時候 如果有朋友帶著他的樂器 比方說吉他或者是木江鼓或其他的樂器 你也可以帶著你的金杯去跟他們一起玩 很直覺它就是把你想要打拍子的那種感覺 透過你的手直接敲擊在鼓鼻上面就可以了 我先說明一下金杯的這個基本的打法 金杯它有兩種主要的音色 在鼓鼻的中央 越靠近中央就是比較低音的音色 你可以聽聽看 在鼓鼻的邊邊 甚至是敲到一點點框 就會是高音的音色 聽聽看 你可以用手指去敲 也可以用手掌去敲 另外你可以透過手掌接觸鼓鼻方式的改變 來做出各種音色的變化 例如我把半個手掌先放在鼓鼻上面 這時候再來敲低音 聽到的聲音會是這樣 如果放開的時候敲低音是 悶住的時候敲高音是 放開的時候敲高音 當然如果你想把整個手掌都悶上去的話 聲音也會不一樣 有非常多種玩法 你可以自己去設計自己的 手指如何在鼓鼻上面去操作 可以玩出各式各樣有趣的音色 是一個可以讓你發揮創意 而且又沒有太多的聲音的基本動作 需要去記憶背送 是一個非常好的入門樂器 我說一下它的規格 這個長度 從我的兩隻手之間的這個長度 是42公分 它的重量是1.5公斤 無論你是大人或小孩 我相信這個都是一個非常輕便 容易攜帶出門的一個重量 這裡有一個繩索做的把手 是方便你去提著的 骨面的這個寬度我們剛剛說是8英寸 那你換算成公分的話 大約是21公分 如果你加上繩索跟這個框的體積的話 最寬的位置大約是24公分 這個鼓聲的製作是來自印尼 但是金碑的一個關鍵的零件 最重要的核心的這個東西是繩索 這個繩索是來自台灣 那為什麼說這個是一個關鍵的零件 因為台灣製的繩索才有辦法承受非常高的張力 比較適合用在金碑這種要非常高的拉力來調音 你可能會把它調得很緊 這個繩索都可以受得了不會斷裂 所以在一個金碑來說 可能你會發現這個骨體是來自泰國或者是印尼 或者是馬來西亞其他地方 但是大部分的這個繩索都還是台灣製造的 我另外來介紹一顆骨也是金碑 這是木頭製的 這也是我很喜歡的一顆金碑 它的骨體基本上大小 規格跟剛剛那個金碑是一樣的 這個金碑的鼓聲是芒果木 重量就比較重 因為芒果木非常的堅硬 會稍微比較沉一點 這個整體的重量是2.35公斤 剛剛那個是1.5公斤 一樣這裡有一個把手 也是用繩索來調音的款式 那骨面一樣是8英寸 這個牌子是Tycoon 骨皮是瘦皮 我們來聽聽看它的聲音 骨皮是很適合的 創造的 是很適合的 是很適合的 和小骨封印 入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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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